今天的品牌大使呢 比較像是一個 目前站在台前 去跟人家分享這個品牌的一些特色 現在來到了路易十三 當著所謂的私人客戶總監 其實他就是比較偏所謂的 客戶服務 我現在從事的工作是在 人頭馬路易十三 擔任私人客戶總監 那這是一個酒商的工作 我之前是在愛丁頓環勝陽酒 麥卡倫擔任品牌大使 我也經歷過一些 比方說像觀想藝術中心 做所謂的行銷企劃 然後還有策展的這樣一個工作 其實大部分呢 都是跟行銷這個類別比較相關的 然後也有帶有一些所謂的 業務的性質 我所有做過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跟藝術 美學 精品 珠寶 還有所謂的酒文化的推廣 那我覺得這所有的東西呢 它都是涵蓋在一個所謂 比較屬於人文性質的部分 其實你要去 旁征博引 其實你要讀很多很多不同的資訊 二十二年來的工作經驗裡面 我認為 是一個很重要的 讓我可以在現在 累積下來一個不錯的一個 reputation 像你在走樓梯一樣 每一個階梯呢 都是幫你往上一個階梯 更高的一個位置 往上走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石 離開了麥卡倫品牌大使 現在轉任到了路易十三擔任私人客戶總監的這樣一個經歷 其實因為這是一個 total不一樣的工作 function 這一次的一個成功的轉型 也讓我學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個就是我們的重新的再認識自己 把自己的career development 再好好的思考過一遍 你想要做什麼 擁保初衷 然後第二個我就覺得是說 當你能力好的時候 你要協助別人 發揮你自己的長才 去幫助別人 第三個就是AQ 就是適應性指數呢 忍受挫折的能力 我覺得逐漸當中在變強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 一個成長的經驗 其實我覺得我最大的專業優勢 是來自於就是說 我過去是品牌大使 是做education的嘛 是做training的 是做教育的 我有很豐富的烈酒的知識 像過去是威士忌嘛 現在來到了甘義 但是它都是同樣的 只不過它的原物料 稍微有一點不同而已 但是它都是烈酒的 這樣一個精神 其實我們都是屬於蒸餾酒 跟威士忌一樣 都是蒸餾酒 經過蒸餾之後的酒呢 其實它已經去無純清了 它的糖分指數呢 其實是相當低的 其實也跟威士忌都差不多 以現在的產業趨勢來講的話 台灣是一個烈酒 非常成熟的市場 其實白蘭蒂跟威士忌 所以更好是走了一個黃金交叉線 那黃金交叉線 大概約末是在2008年吧 所有的酒都是好酒 只不過在當下流行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對 那現在白蘭蒂市場 雖然算是非主流 那我認為這剛好就可以結合 我過去的優勢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 可以分享給別人的 然後用一種慢活 然後用一種比較是屬於 文藝復興的這樣一個概念 對 所以我現在做蠻多活動的時候 我都會結合音樂 我都會結合一些精品 或是結合一些藝術 攝影跟眾多的一些朋友 進行所謂的交流 現代人在工作啊 不外乎講究的就是 IQ 然後EQ 或者是BQ嘛 那我覺得 IQ其實是讓你 獲得這份工作的一個入門票 但是隨著時間的轉移 Adaptability的這個指數呢 是相對的重要的 因為它才是 你做到最後面一個最重要的途徑 因為公司在變 然後現在的工作環境也在變 對有太多不同的變化的 這個過程當中呢 你要靈活的去轉變 你自己的一些心態 如果給年輕人一些建議的話 應該是說你要在這個時間點當中呢 去累積自己的這些適應能力 適應性的能力 這要增強 然後廣結善緣 雖然當下也許你看不到 那一顆萌芽的種子 可是它總是會在你最不敬意的時候出現 因為我們長時間都在這個外商公司嘛 像我這一次轉職也是有面試到一些國外的主管 那我在前幾年呢 一直都有在看一本書 這本書呢 其實我覺得寫得很好 它叫Why You 它也是在講你如何把自己推出出來 你如何去適應一個全新的公司 你如何去適應一個全新的環境 我覺得是給一些想要進外商公司的一些年輕人 或者是有意想要往外商公司的人 你們可以買來看一下 在我這一次轉職的過程當中嘛 就是特別是在那一年裡面 其實我發現很多你的一些朋友 其實都是默默的在關心你 第二個我要很感謝一下我的家人 這些人脈資源 這些至親好友們 對 他們都在 Right Timing裡頭 給你一把 幫助你一把 然後讓你很比較有自信的 來面對我們的新工作 也要謝謝他們 看完這支影片 如果你喜歡 動動手指頭轉發出去 給你的朋友圈讓更多人看到 立刻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 你的鼓勵是我們持續做更好影片的動力喔